哈喽大家好 我们家今年准备种一些花生 我现在在剥种子 不是剥下去种子 而是剥花生壳 把这个种子给剥出来 我这个手好像剥的好看 我想休息一下 你不是买了一个 太阳门灯吗 买了 怎么还不装 拿来装呗 嗨 给妈妈呀 好谢谢 谢谢 你有点臭臭的 那个是花生 拿来做种子的 做种子的 不能吃 吃不得 三哥花了58块钱 在网上买了两个太阳能灯 之前我们鸡卷的鸡卷里面也装了一个 买了一个差不多的 买一个两年都还没法 还挺好的 这个比鸡卷要大的 因为我们家 我们家那个 那个好刺眼睛 我们家呢 本来以为就是县里面的电费 比较耗钱 没想到我们老家的 电费也挺高的 平时的话一个月可能要五六百 然后 今年特别是过年那两个月吧 过年那几个月是一个月要1000多块钱电费 就觉得有点伤不起 哪里都 哪里都要钱 不光是县里面要钱 在农村呆的 一样的也费 也费电了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买一个太阳灯放在厅里面 因为这个厅里面嘛 我们 我们就是平时 晚上起来上厕所嘛 或者是 给小孩子充奶吃 像他们现在这么大 他都还会充 半夜还要起来吃奶的 所以我们客厅里面就 这个灯一直没有关过 然后这边呢 这边的妹妹 妹妹呢也要液体嘛 所以这边呢也有一个灯 这两个灯就一直都没有关过 两个灯一直都是亮着 我们就想着买一个太阳灯来吧 代替 就能够节约一点也可以 装一下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 要到晚上才知道它亮不亮 要是不亮的话也白白瞎了 整天亮啊 我们鸡卷那个挺亮的 那个时候也是要了三十多块钱 那一个 几年了还挺好挺亮的 只是说 这个有一点不好吧 如果到夏天呢 可能一直亮了灯 会有蚊子过来围 有 有 它有没有开关的 就是 你要把它线拔了就有开关 这有根线吗 把它拔掉 你就可以用开关的控制 嗯 就是这种不要吃 脏脏 我们家已经装了好几个太阳能了 路边装 路灯都太阳能 挺好的我觉得 至少晚上回来 从村里面回来的时候 不会觉得黑了 因为 其实我们村里面 路边是有路灯的 但是装不到我们家里面了 我们就自己装 是的 马上装 看一下效果 还看效果 嗯 哎我在想呢 要不要我们把灯 把我们家灯 全部换成太阳能 以后 就算停电了也不怕 对了 有 还有一个 有一次就是 我们家里面停过一次电 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县里面 就是二嫂跟我婆婆的家里面 他们那天就停了一天电 两个就是 手机又没有电了 一直在黑乎乎的 两个晚上 两个晚上吗 一个晚上吧 哇 他两个是 好 就觉得好孤独哦 然后又好无助 整个家里面黑咕隆咚 又没有蜡烛 我就觉得 装上一个太阳灯灯 应该是挺好的 至少呢 在停电的时候呢 也有电 然后 还可以节约电 对了 对了 从前抱也没有电了 手机也没有电了 好讨厌哦 两个手机都没有电了吧 小汤圆 你看现在换你老爸进你的圈去了 把你老爸关起来 你刚刚吃什么啊 刚刚吃鸭肉啊 你刚刚吃鸭肉吗 鸭肉哪里去了 鸭肉呢 你刚刚丢的鸭鸭呢 按按呢 按按 这就是装好了 现在还要拿 拿点线到外面 试试 试试 是 你angan拿在一起 前景 nuovo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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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 要 快點 偷給妹妹看 妹妹不要 妹妹不要 你偷 妹妹要我逮 你偷 现在天黑了 我感觉不是很亮 还没黑 你看说200瓦 这个没有200瓦 20瓦还差不多 还没黑 黑的也这么亮 你看我开我们家的灯 只是说也还行 看我们再看看 你看这么亮 对不对 关掉 是吧 那看来还要找个大的 瓦数还是小了一点点 只是说也行 只是说 只是说 把这个 放到楼梯 放个大的到厅里面 行 那你再买个大的过来吧 咦 放到楼梯 我有 这楼梯 这也不知道 楼梯这里本来就漏了一个 这里不是有个吗 这个也是一直开的 晚上一直开 开得偏亮的 把那个放到这里来 可以 大家现在这里来 再买个大的到这里 哈 咦 放到楼梯 咦 放到楼梯 咦 放到楼梯